那么我们今天又来吃一个细细念念很久的东西 这个是一条 应该是猪的前腿 然后它写的是 烤过而且熏过的猪前腿 感觉就是肉很多的样子 然后这个东西 可以看到标签上的字已经看不到了 因为我把它放在锅里加热了 加热之后这种热敏的字就显示不出来了 它是八块六毛一 然后很尴尬的就是这个东西太长了 我的锅只能加热到这么长 也就是我只能这边加热 然后颠过来插进去 然后再加热 所以说加热的时间比较久 那么我们弄开试一下 看一下 每100克865千焦 也不是特别热 但是我现在特别担心 这个东西打开之后死咸无比 那么从哪边开始吃呢 从这边开始吃吧 觉得这个有一块大筋 感觉会很好吃 这样 牛还不是很容易弄开 决定先把纸准备好 以防刺一手啊 虽然我觉得它这种真空包装不太可能刺一手 但是 但是 哎呀 看来需要用剪刀 这个 这在国外就是要体验这种大块吃肉的感觉 是吧 哦哦 已经 已经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了 因为已经感觉它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哦哦 哦哦 天哪 这个不好 非常不好的感觉啊 很重很重的烟熏味 咸不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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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然而里边好大的骨头啊,就一点点皮上有一点点肉 就一点点皮而已 嗯 还可以啊,不咸 就是很大的烟熏味,但是不咸 感觉我在撸一条猪腿的感觉 嗯,我很想吃一下这块的鸡,但是刚才咬了下面咬下来,再来 咬下来了啊,鸡 我这个锅都太小了,不能把它完全放进去煮 我想如果能完全放进去煮,把它煮的软烂 应该更好吃了 嗯,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而且虽然这个东西挺重的啊,有将近 900克,但是中间有 好大一块骨,所以肉的量 不是特别多 嗯 这个很爽 基本上达到了 很神奇啊,国外这个猪腿这么瘦 难道这个也是选的特别的瘦的吗 没想到国内的里边都是脂肪大肥油啊 反而没有,还不错 给个好评吧 给个好评吧 嗯 觉得可以给个好评啊,非常好吃的一个感觉 这家如果喜欢喝酒的人,我觉得这应该是个不错的下酒菜 我不喝酒就没有这个 无法享受这个 下酒菜的乐趣了 不过这个专门就是当零食吃也是很爽啊 虽然我当它是主餐吃的 那么 不错啊,可以推荐一下 这个东西 差不多是10块钱一公斤这样的 它是称重的 这我拿的是最小的 重的的话,它有 13块钱还是14块钱的啊 但是我选了最小的,担心吃不完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微知小白 与我互动 拜拜